河北省昨天新增19例本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石家庄市报告13例 4例为无症状感染者的转归病例 邢台市报告6例 新增5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石家庄市报告4例 狼房市报告1例 1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隔离官场 另外在昨天石家庄新增了5个中风险地区 分别是石家庄长安区前进村 普和小区南院 建明小区 玉华区海天阳光小区 赵县任庄村 咱们再来看北京 北京的昨天新增了7例本土的确诊病例 至于出院2例 另外北京在全市范围内加强了限流 控制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满载率 来看一下黑龙江的情况 黑龙江省昨天新增确诊病例16例 无症状感染者31例 另外从今天早晨7点开始 黑龙江省的望迁县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哈尔滨市昨天也发布公告 暂停开放休闲培训等场所 大型活动也都停了 关注一下吉林的情况 吉林省昨天新增本地确诊病例46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7例 今天1点开始 通话市东昌区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辽宁省的最新的疫情通报 1月19号0至12时 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新增本土病例 确诊病例治愈出院一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一例 均为沈阳市报告 1月19号12点到14点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从今天开始 沈阳的最后两个中风险区调为低风险区 他们分别是铁锡区卫公街北街22号楼 赌公街道那帕阳光 对区内人群继续实施7天居家合理管控措施 那其他的地区的风险等级不变 那至此我们沈阳也是实现了全域低风险 好